截止至12月26日,老街外围只剩下南天门,米线沟两大据点还在激战,同时,果敢同盟军也已经挺进老街市区,并击溃驻守在老街的缅军主力和白锁城率领的电炸兵团,缅军面对失守的老街,开始了无差别空袭和炮击,缅军本着我得不到的就毁掉的宗旨。 现在的老街东城区到处是断壁残垣,白锁城家的大别墅也有幸被炸,其经营的苍盛科技园也被炸了,四大家族算是完了,缅军也被打跑了,果敢同盟军再次成为了老街的新主人。 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,带你揭秘背后的故事。 同盟军正在做最后的清剿,同时也招获了一批四大家族的电炸头目,但白锁城父子至今不知去向,至于他俩逃到哪儿去了? 其实最有可能的还是被米昂莱控制了,作为缅甸军政府一手扶持的赚钱机器,白锁城知道太多缅军不可告人的秘密了,知道大佬的秘密,钱又没上交完全,这条命还得留着,更为关键的是,米昂莱现在完全被动了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在12月21日,在中国的斡旋之下,缅军与国敢同盟军,若开军和德昂军曾经坐在一张桌上谈判,期间一度达成了停火和解的协议。 本来大国出面调停,一切就结束了,并且商议在12月底,再进行了一次谈判,但是米昂莱竟然耍起了小聪明,借停火的名义私下调兵。 结果我们也看到了,小心思小动作不断地缅军,还是被缅北联军暴打,摔了一个大跟头,短时间内总不能再来一次吧。 米昂莱只能厚着脸皮,把希望寄托在第二次和谈上,谈判得有筹码吧。 而白锁成就是最好的筹码之一。 白锁成被中国通缉,在国敢同盟军眼中是最大的叛徒,是必杀之人。 这也是为什么从头至尾,米昂莱都要把白锁成牢牢抓住手中,而第二次昆明和谈,也介入了实质性谈判。 国敢同盟军,若开军和德昂军要的是地盘,要的是自治权,缅军在败局、尽险的情况下,也只能割地求和。 据消息称,缅军最想保住木姐是,毕竟这里可是有中缅贸易的90%的贸易额,除了木姐,愿意让出南桑、曼通、布朗地区四个镇,缅北联军也不傻,哪里是香波波,早就一清二楚。 米昂莱最大的敌人一直都是人民保卫军,而非缅北的地方武装,最有可能动摇米昂莱根基的是昂山素季的民盟,民盟也在积极拉拢瓦邦,两者一旦携手。 再加上眼前的缅北联军,那米昂莱真就玩完了,所以何谈再难也得谈,先解决一个棘手问题,才能专心去对付最大的敌人,昂山素季的民盟素来亲美西方。 米昂莱的背后又有俄罗斯的支持,而果敢同盟军又亲近中方,缅甸内战现在看来,实在是不简单啊,背后真是暗流涌动啊,米昂莱真是到了如履薄冰的境地。 稍有不慎,那苦心经营的大业将毁于一旦,第二次和谈的机会可得把握住啊。 亲自撕毁和平协议的米昂莱军政府,迫于形势又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,在中国的吉利促成下缅北冲突双方二次和谈开始。 但是米昂莱军政府还没有放弃幻想漫天要价,三兄弟同盟在掌握战场主动权的情况下坐地还钱,一分不让,双方交锋激烈,要达成最终和平协议还为时尚早。 其实,战场上实现不了的目标,在谈判桌上更不可能实现,这次和谈米昂莱军政府提出的条件是,一,免军全面撤走老街,米线沟,南天门山等据点。 但是同盟军方面,德撤出,滚弄,棒赛,九谷,新威四个地区,利益交换看似公平合理,但是米昂莱的小心思是用根本守不住的据点换已经丢失的阵地,空手套白狼,根本没有诚意,谈来谈去也是空谈。 第二,德昂军撤出木解105码边茂区,免军用南散镇、曼通、布朗地区来交换,这个方案更是不现实,对于德昂军来说,不会放弃贸易口岸的既得的利益,免军方面给出的交换条件,根本不符合德昂军的胃口,中国极力促成和谈,一是想边境地区和平稳定,二是不想其他外部势力介入。 这样将更增加局势复杂性,三是免军手里,还有大量的中国籍电炸人员和被通缉的电炸头目。 米昂莱吃准中国不希望其他外部势力介入的心态,想通过漫天要价来实现利益最大化,但现在的现实是,免北已经非军政府所能实际控制。 米昂莱最大的心腹之患是支持昂山素季的人民保卫军,而非免北各民第五。 米昂莱正确的做法是赶紧在缅北抽身,集中精力对付人民保卫军,毕竟缅北武装要的只是民族区域自治权,而人民保卫军要的是全国政权。 是要米昂莱下台,两害向全取其轻。 中国需要一个尽可能减少负面影响的最优方案,既能够保障缅北各民族区域和平稳定,又能够避免对中国边境产生不良影响,更要彻底铲除电炸犯罪活动。 谈判是基于实力基础上的对话,没有战场实力作为支撑的米昂莱政府,应该彻底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,放低姿态,与三兄弟联盟基于现实认真达成一个真正的和平协议。 在这样情况下,才能短期保证米昂莱军政府的苟延残喘,否则下台是必然结局。 在同盟军逆袭中,他们成功攻占了老街外围大水塘据点,这次突破为后续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接下来,同盟军再度发威,不仅占领观音山,并且还俘虏了驻守在那里的缅军。 观音山失陷后,老街城区陷入孤立境地,这是对敌人强有力而精准打击取得显著成果。 整个战场上充斥着欢庆声与敌方溃败之音交织在一起的景象, 同盟军所展现出来无法抵挡之势,让任何贼寇都感到背脊发凉,而回顾整场战斗。 我们可以看到,同盟军以强大而坚定的信念为后方平民,筑起了一个天堂般安全屏障。 他们用行动向世人证明了正义与力量并存,和平与战争共生。 这场胜利带给我们深刻思考,在现实中存在着那些残酷而令人心寒的事实,在每个黑暗角落都有英雄崛起之处。 只要我们相信,并愿意拼尽所有去捍卫正义与和平,就一定能驱散黑夜中密布的阴霾。 随着缅甸战局的逐渐升级,缅军最后的拼死抵抗已经开始。 他们面对战无差别空袭和炮击时,并未能扭转这场战局,被水一战中,无论是在军事实力还是道义上都岌岌可危。 同盟军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进展,在摧毁了大部分缅甸军队基地之后,迫使其撤退至边境线附近,但这个胜利并没有给整个国家带来宁静。 他只是揭开了更加复杂的权力之争与恶果,四大家族以及老街区域内的缅甸士兵覆灭,引发了混乱和争议。 在过去几十年里,一直掌握着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四大家族,失去了他们曾经享有的特权地位,民主的旗帜下涌动起全新势力竞争自由、平等和正义。 在这种比赛中,所伴随而来的问题也增加了对未来前景的担忧。 米昂来是这场战争中最有争议性的人物之一,他不仅在政治上采取了独立行动,还试图打造一个由杰出领导者组成的新缅甸,尽管他声称要为全国民众谋福祉,但关于其真实意图和计划的猜测却层出不穷。 在缅北地区,整个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变革,部分地区被摧毁,并且许多原本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流离失所,对于这些灾难幸存者来说,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。 无论如何,在胜利面前,我们不能掩盖事实,缅军陷入了绝境,在权力之争和恶果之下。 更加重要的是,找到解决问题,复兴国家,以及帮助受影响人群走向稳定与发展的途径,只有通过寻求包容,理解和合作,才能够建立起持久和平与公正秩序。 这需要每一个参与方都放下私心,并愿意为共同目标奋斗,在思考未来时,我们必须保持清醒,并认识到,这一切不仅仅是关于胜利或者权利,而是关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未来,只有通过共同努力,智慧与包容, 才能够实现真正的长期稳定与繁荣,缅甸面临着重大挑战,但也蕴藏着巨大机遇。 让我们希望在混乱之后,缅甸能够走向一个更加美好,公正和团结的明天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